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股市节目 今天 我们将深入探讨美国经济的最新动态 制造业指标的疲弱表现如何引发了市场的担忧 根据供应管理协会的数据 美国制造业在8月份依然处于收缩状态 仅有47.2%的受访者报告扩张 这引发了对经济前景的焦虑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对通胀的看法 似乎与民众的感受大相径庭 许多美国人仍然感受到高物价的压力 与美联储的软着陆理论形成鲜明对比 全球股市也在等待美国即将发布的关键就业报告 市场的情绪可谓紧绷 投资者担心若报告不如预期 将再度加大市场的不安情绪 从亚洲到欧洲股市普遍下跌 显示出投资者的谨慎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深入分析这些经济指标背后的含义 并探讨未来市场可能的走向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华尔街股市特别节目 我是你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几篇 来自CNBC和美联社的重要报道 这些报道揭示了全球经济市场的当前趋势与挑战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CNBC的一篇文章 标题为 疲弱的制造业指标 引发美国经济放缓的阴影 根据多项制造业指标显示 美国工厂在8月份仍显示出放缓的趋势 这引发了人们对经济走向的担忧 供应管理协会ISM的每月采购经理人调查显示 只有47.2%的受访者报告当月有扩张活动 这一数字低于50%的活动平衡点 尽管这比7月份的46.8%有所上升 但仍低于道琼斯预期的47.9% ISM制造业商业调查委员会主席蒂默西 菲奥雷指出 虽然制造业活动的收缩速度有所放缓 但需求依然疲弱 产出下降 而投入保持宽松 他进一步解释说 当前的联邦货币政策和选举不确定性 导致企业不愿意在资本和库存上进行投资 需求因此低迷 尽管制造业指标反映出 行业处于收缩状态 但菲奥雷补充到 任何高于42.5%的读数 通常表明整体经济在扩张 但8月份的疲弱读数 下跌约8.5%之后才恢复大部分损失 在ISM报告发布后 股市进一步下跌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降近500点 此类疲弱的经济数据 提高了美联储在本月晚些时候降息的可能性 根据CME集团的FedWatch指标 交易员们将更激进的半个百分点降息的概率 提升到了39% 在这次调查中 就业指数小幅上升至46% 而库存指数则跳升至50.3% 价格指数小幅上升至54% 这可能会让美联储 在决定全面定价的降息幅度时 有所顾虑 标普全球市场情报的首席商业经济学家 克里斯·威廉姆森表示 PMI的进一步下滑 表明制造业部门在第三季度中期 对经济的拖累作用加大 前瞻性指标显示 这种拖累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加剧 接下来我们转向另一篇来自美联社的文章 标题为美联储欢迎软着陆 即使许多美国人并不感到高兴 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上个月表示 美联储高利率在没有引发广泛预测的经济衰退 和高失业率的情况下 有效地抑制了通胀 然而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因此感到高兴 因为食品 汽油和住房等必需品的成本 仍然远高于疫情前的水平 这种低迷的公众情绪 对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带来了挑战 他正在寻求接替总统乔·拜登 尽管通胀下降和就业增长强劲 许多选民对拜登·哈里斯政府的经济记录感到不满 尤其对高物价感到沮丧 这种差异反映了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 对经济的评估 与许多普通美国人的看法之间的显著差距 经济学家认为 美联储的极具加息 比大多数人预期的更成功地抑制了通胀 而没有重创经济 这是一项被称为软着陆的艰难壮举 随着高通胀基本上被征服 鲍威尔和其他央行官员准备在9月中旬4年多来 首次下调关键利率 美联储现在更专注于在低利率的帮助下维持就业市场 而不是继续与通胀做斗争 然而许多消费者仍然最关心当前的物价水平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克里斯汀·福布斯表示 从家庭的角度来看 通胀并未完全被征服 因为许多人感觉他们购买的商品现在变得更加昂贵 两年前经济学家担心美联储的持续加息 将其基准利率提高了超5个百分点 达到23年高点会重创经济并导致失业 然而通胀从两年前的峰值下降了4.5个百分点 同时失业率保持在4.3%的低水平 经济在上个季度以3%的年增长率稳步扩张 尽管没有美联储官员会直接宣布胜利 但芝加哥联储主席奥斯坦·古尔斯比表示 今年是通胀下降的历史性一年 而且没有发生经济衰退 这将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点 进行长时间研究 然而消费者信心指标显示 三年的痛苦通胀 已经使许多美国人对经济前景感到暗淡 高贷款利率和高企的房价 使许多年轻工人担心拥有住房的梦想 变得更加遥不可及 在这种背景下 我们还要关注美联社关于全球股市的报道 文章指出全球股市普遍下跌 投资者等待本周晚些时候 发布的美国关键就业报告 法国 德国和英国的股市 均显示出不同程度的下跌 美国股市预期也不乐观 道琼斯期货和标普500期货均下跌0.5% 特别是韩国的COSPE指数 因为一份报告显示 8月份的消费者通胀 放缓至三年多来的最低水平 最初有所上升 但随后下跌0.6% 香港的恒生指数和上海综合指数 分别下跌0.2%和0.3% 对中国经济任性的忧虑增加 由于房地产业和相关公司的疲弱收益报告 加剧了市场的悲观情绪 在能源市场 美国基准原油价格和国际标准 布伦特原油价格均有所下跌 在货币交易中 美元对日元和欧元汇率分别有所下跌 综上所述 美国制造业的疲弱表现 通胀控制后的经济影响 以及全球股市的波动 都是当前经济环境中的重要一体 这些因素不仅影响美国国内经济 也对全球市场产生深远影响 对于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来说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将决定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 感谢收看华尔街股市 我是你的主持人 下次节目再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制造业指标疲弱 并不代表整个经济都在滑坡 我们要知道 美国经济是多元化的 制造业只是一部分 再看其他指标 例如服务业和科技行业 他们依然表现强劲 就像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经济也不是因为一两个指标而崩塌的 天书老兄 你这简直是掩耳盗铃 制造业的放缓可是各大问题 影响的是整个供应链和就业 你不记得大萧条期间 农业和制造业的崩溃 怎么引发了全球经济危机吗 别到时候 爆心救火了才来后悔 奇奇 别这么悲观 美联储还有很多工具可以使用 比如降息 还记得2008年金融危机后 美联储的多轮降息 怎么让经济重新起飞吗 再说 股市下跌也未必是坏事 可以给市场一个重新定价的机会 哦 降息 每次出问题就降息 那还不如直接印钱 你要知道 过分依赖降息会带来通胀问题 你没看到现在的物价有多高吗 搞不好就是拆东墙补西墙 最终让我们的钱越来越不值钱 奇奇 降息虽然有风险 但也是必要的 再说 美联储现在也在谨慎操作 不是一味地大幅降息 而且 我们可以看过去的成功例子 比如90年代克林顿政府时期 通过降息和财政刺激政策 成功地让经济走出了低谷 天书 别活在过去 现在的情况和90年代完全不同 当时没有全球化供应链的复杂性 更没有互联网泡沫的爆发可能性 现在一旦制造业崩溃 整个供应链都会受到打击 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旦倒下 后果不堪设想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